周立波事件的进展 周立波事件的进展已经让每个人都知道了这件事 而王菊的深入采访也让周立波和他的妻子深目痛觉 然而王菊已经让其他关键人物站在公众面前 让公众听到他们的声音 显然他已经尽了作为记者的职责 在他眼前展现了所有的真相 剩下的是我们自己去确定真相 当周立波的妻子胡杰 不久前在社交网站上询问王菊时 关心这件事的人已经注意到了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胡杰通过的几个细节来质疑 最初转载了他们的文章来反驳唐爽 只有在最后一句中他才提到王菊并质问他 他的主要目标似乎是唐爽 事实上真正的核心最终是质疑王菊 那么为什么胡杰会尽可能试探性的向王菊提问呢 为什么出来质疑的人不是周立波而是胡杰 为什么这对夫妇没有在意后的声音后再出来发言 事实上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到 王菊在7月28日的社交网站上发布了一份动态声明 趁其他采访视频核心热点将在7月30日的下周一曝光 然而这个王菊并没有在7月30日披露这些信息 而是发布了一份文件 趁计算机防备烟 并正在尽最大努力修复他们 五天过去了 王菊仍然对周的事情保持沉默 后来在8月1日 胡杰发质问王菊 说是不是想继续追问还是水平不够 可以看出王菊没有直接回复 但是通过网友的提问 王菊也从侧面恢复了胡杰 艺术没有尽头 王菊听到这件事很高兴 为什么要生气 总而言之 王菊采访视频曝光的其余部分 无疑将对周立波造成巨大打击 周立波的诚信也将在此结束 显然周立波对此非常害怕 然而7月30日 王菊没有透露这件事 但找到了一个堂塞的理由 周立波没有挑战王菊 因为王菊手中可能有新材料 相反 他让妻子挑战他 即使他质问他 他也不敢明目张胆 相反 他以一句话结束 然而 王菊的回答通常意味着 我知道你在演戏 前台词是不要挑战我 我知道整个背景 出于这个原因 周立波和他的妻子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再次发出他们的声音 尽管王菊采访了其他人 让他们分崩离析 尽管王菊打破了他们澄清问题的道路 但他们不敢公开挑战 王菊对周的态度是做人 站的第一线 可以看出 王菊的举动是非常聪明的 他可以再不冒犯任何人的情况下 于行他作为记者的职责 不管这次事件的幕后黑手是谁 但就目前而言 无疑是王菊领导了这次事件 然而王菊的主要舆论 显然比周立波的主要舆论更好 也更公正 当事情来到这里时 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 似乎有几个人员正的激烈战斗 但在许多情况下 内讧往往多于公开战争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